《港鐵沙中線》 近千億元的港鐵沙中線 爆出連串工程醜聞 對於這個工程出現了這麼多問題 我表示十分失望 杭窗雜在發現 港鐵以不符勞工法例條文的定義 情報工商給政府 令工商數字由400多宗變成300多 少了116宗 被消失的是什麼個案? 有沒有隱瞞沙中線的工商問題? 杭窗雜今年一月 向港鐵查詢沙中線的工商數字 港鐵回覆說有三宗致命個案 但多少工人受傷? 發言人說根據公司政策 不會披露個別工程數字 我們於是向勞工處查詢 柱方說沙中線由2012年動工至今 成建商共呈報了451宗 造成工人受傷的工業意外 由於沙中線由政府出資 負責興建的港鐵受路政署監管 我們再問路政署 港鐵呈報了多少宗工業意外 路政署回覆我們的數目是335宗 被勞工處的數少了116宗 少了26宗 搬東西給一些藏的鐵支 給我的手指 醫症說斷了骨 碎了幾折 這些手指是被神經先拉上來 會很痛的 睡不著,真的睡不著 我們稱他為阿輝 有消息人士指 他就是被消失的116宗個案之一 他在2017年年尾 沙中線一個地盤做雜工 搬東西時受傷 我第二天出院 醫院都給了十幾天病假 免得他… 循例上他一定要先報給公署 只不過就是…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任何人在工業意外發生後 隨即喪失工作能力超過三天 就要向勞工廠情報 不過阿輝發現 承建商最初想瞞報給勞工廠 有一次再打他問 勞工廠先說 其實你這宗經歷 他只是報了兩天 幫你報了兩天 還有那宗經歷已經寫了一宗 阿輝說 其實他意外後都不能上班 但判頭頭兩個月都出足薪給他 當他有上班 在第三個月 承建商知道勞工廠 幫阿輝追工商賠償之後 才改回五分四病假薪金 累積病假大約一年 最後承建商也情報了阿輝的個案 給勞工廠 但港鐵又有沒有情報給勞政處 阿輝自己也不知情 我們作為承建商 如果承布了勞工廠的工廠 基本上一定會告訴港鐵 至於為何港鐵沒有報給勞政處 我不敢做太多的猜測 我們叫他Johnny 是沙中線其中一個項目的 總承建商地盤副總管 所有情報的工商個案都會經過他 他承認地盤雖然普遍有門報工商的情況 但如果門不到要報給勞工處 就會報給港鐵 所以兩個數應該沒甚麼出入 公司遺免的工商個數字是高 導致他要降低投票價錢 通常會私底下跟工人協商 看看可否私底下解決這件事 大約三宗意外裡 那邊才會一宗情報給勞工處 如果報了給勞工處 我們就有責任告訴我們的業主 告訴業主 無論那個是港鐵號 還是私人發展商號 因為我們不須都失敗了 計分也扣了 所以還是會告訴業主 就是要去做事 橫槍閘於是繼續向勞工處查詢 他們最初的回覆 說港鐵情報工商的定義 是引致僱員受傷 而喪失工作能力超過三天的意外 這個定義和勞工處的一致 那為甚麼會有116宗的差距呢 路政署後來搭了另一個版本 發言人說 港鐵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意外後 除積喪失工作能力超過三天的定義 情報工商 但有關統計 並不包括非即時連續超過三天的個案 簡單來說 是工友要在意外後 即時連續放多過三天病假 港鐵才會情報 如果工商後放了兩天假 復工一天 之後再放多少天病假都不計算 又或者意外後沒有即時放假 隔天才放都是不計算 是否情報工商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他勞工處也知道這件事 你說他有沒有報工商幫我 實際上是有的 就是勞工處也知道 消息指 阿輝的成見商 報了他兩天病假後 就說他復工 就算之後再批一年病假 阿輝也不是即時連續放超過三天病假 按港鐵定義 不是需要情報的工商個案 但因為要保護阿輝的身份 我們沒有向處方核實消息 不過勞工處回覆我們查詢時 說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來統計沙中線工業意外數字 表明法例原文沒有使用連續的字眼 即時連續是不符法例條文 我們接觸到港鐵地盤安全部門的同事 他說其他港鐵站的地盤都跟足法例 不清楚沙中線的做法 究竟有沒有即時連續三天這個要求 一般業界都不會有這個要求 法例都沒有這麼說過 我們百分之百這麼足 我們不會在法例上再加減任何東西 會否被人的錯覺就是覺得 如果這樣做法 好像某個地盤相對會更安全 某一個某個方便的安全景點 可能會更好 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再接觸到另一位消息人士 他寫了三千字的信 指控沙中線項目 刻意曲解法例的要求 目的是要做好盤數 達至港鐵內部 每十萬公時零點三宗工業意外的指標 信上面寫 最荒謬的竟然是港鐵作為監管者 主動在沙中線搬龍門 被承建商能夠繞過原來制度 去令情報工商個案消失來達標 為了達標 不惜以身試法 做假數和濫發安全獎金 至於安全獎金的額外發放 是否涉及貪污舞弊 勞政署應該嚴肅跟進 對於港鐵有沒有蓄意壓低工商數字 以及因為這樣派多了多少安全獎金 港鐵沒有正面回答 說他們不清楚勞工處的數據來源 和統計基礎 杏昌集拿到港鐵2017年一份內部文件 和信中提及的安全獎金有關 這份安全及環保鼓勵計劃 由沙中線前總經理 當時的工程總監黃維銘簽署批核 文件寫明地盤大盤 只要達到某些安全指標 就有現金獎勵 例如一份50億的土木工程合約 就有最多2755萬的現金獎勵 當中有百分之25 即是690萬和工商數字直接掛勾 例如這個月沒有情報工商 這個月的工商意外率低於上個月 又或者比港鐵的指標低 符合這三個條件 就可以拿完這六百多萬 Johnny說粗略估算 整個沙中線 單是主體工程都九百多億 估計少兩成多工商個案 可能因此派多數以百萬計的獎金 對於承演商而言 對於港鐵而言都是著數了很多 你這樣算工商少 其實多幾宗都不會爆 那地盤就會更納亂 對,也會的 令工人的工作環境變差 損失的 我相信是工人和所有納粹人 我們多付錢 這是最值得的 我也有份賠償 有份揭發沙中線 連串工程醜聞的分判商潘卓雄 他說在沙中線地盤三年 都是按勞工法例情報工商 即是工友因工受傷 而請超過三天病假便會呈報 他完全不知道港鐵是採用一個不符法例條文的定義 他的系統是怎樣 即是他有沒有門報 這個就是無存機效 我們做二判其實接觸不到那個層面的東西 插錯腳 有些洞就會在二樓跌到一樓 不過他說 跟大判開安全月會的時候 多次收到指示 要工商工人在意外後三天內 回地盤打卡 現在回想 就可能跟即時連續三天的要求有關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吹 叫那些二判的老闆 逼過工人回來打卡開工 港鐵因為這樣而搬了小龍門 就令到需要情報工商的門鑑改了 即是明明他的工人真的受傷 真的假超過三天的 但中間就叫他回來一天 他回來打卡 就叫做沒有了那個連續三天缺勤 他說這樣做只是掩飾了沙中線真正的工業安全問題 潘卓鴻間公司所屬的大判是禮頓建築 我們問過禮頓 他們說不回應 潘卓鴻根據港鐵安全及環保鼓勵計劃內部文件 認為沙中線工商個案 由四百多宗變成三百多宗 少了兩成六 派了給大判的安全獎金 可能多很多 事關公眾利益 一般的安全獎金 可以去到合約更加1.幾% 那一百億是1.5億 那如果整個沙中線用一千億的話 這裏是15億 這個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港鐵其實是一個代理人身份 所以某程度上 他要保護住洗錢的人的利益 就是政府的利益 如果他真的在中間有門報 或者故意暴漏 而令政府多花錢 其實他的代理人是維修責的 這個是刑事 這是廉政公署調查的刑事案件 路政署回覆我們查詢時 重申港鐵沙中線 是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情報工商 沙中線是按服務經營權模式進行 港鐵受政府委託為項目管理人 負責監管工地安全 有關工作會按港鐵的工程管理機制進行 第一次全部進行 對, 所有桌子都不會讓你進行 不讓你進行 對, 百分之一百不讓你進行 百分之一百不讓你進行 對 好, 不要緊, 謝謝 因為交給了我們 不會全部停有, 不好意思 我們試過去問 前港鐵工程總監黃維銘 但無論電話 還是親身去找他都未能接觸 我們又試過去問即將接任 港鐵行政總裁的金澤培 小心…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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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無法接觸 權益和收入 先保障誰 保障老闆 保障老闆比較多 老闆和工人 工商工友及家屬互助協會 每星期都有工商分享會 協會說業界有不少古惑招 瞞報工商 但要求即時連續放病假 先當工商 也是第一次聽 有些工友 例如去看佳症 大家看佳症也有一個經驗 那個醫生不一定 開連續四天 或者連續三天給你 可能他只開一天、兩天、三天 甚至有些工友 我工商期間 我都照樣去上班 上班受不了我 我之後再拿病假 這些情況會否影響了 剛才說三天、七天那些 不會 是不會的 勞工幹事顏烈州說 情報工商是要反映地盤安全 如果真的有工友因工受傷 沒理由醫外後隔天看醫生不計 不是連續放三天病假以上 又不計 這樣只是隱瞞了真實的工商情況 這應該是很重要的 亨槍澤問過近年的大型工程 包括路政署負責的港珠澳大橋 中環及灣仔繞道 建築署 建築署和土木工程托展署負責的 連塘香園為口案 全部都回覆說 將因工受傷、病假多於三天的個案 列為情報個案 並沒有即時連續放病假的要求 至於同樣是由政府出資 港鐵受委託興建的高鐵工程 港鐵說高鐵和沙中線都採用同一情報標準 我們分別向勞工柱和路政署問高鐵工商數字 勞工柱表示有908宗 而路政署據港鐵情報的數據是890宗 相差18宗佔百分之二 消息說高鐵並沒有即時連續的要求 是按勞工法例情報工商 相差的18宗只是一些仍在調查的個案 按港鐵和路政署的說法 高鐵和沙中線是同一個標準情報工商 但為何沙中線數字差距有116宗 港鐵和路政署都不評論 港鐵沙中線全長約17公里 共有10個車站 造價估計高達972億 是香港史上最貴的鐵路工程項目 不過鐵路建築問題多多 工程屢爆醜聞 包括紅磡站剪短鋼筋 土瓜環站移除部分結構長鋼筋 以至匯展站調轉鋼筋鐵籠 沉鋼超標等 我們每次都在新聞報道後才知道事情 我們感到心表遺憾 政府終於在去年七月初 正式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 但之後沙中線又爆出 驗收紀錄不齊和善改圖織等新問題 對於港鐵公司在監管工程方面 是有相當的錯失 我也是這樣說 也是感到非常遺憾、非常失望 我自己覺得市民不要這麼快就覺得麻木 你要記住, 所有都是我們的血汗錢 如果它的文化一直繼續壞下去 一直是要潰爛下去的話 其實最終它花的我們的公帑 我們市民承搭的也是港鐵 到後來受苦的都是我們 港鐵沙中線這次又牽涉情報工商的問題 寫信給我們的消息人士感嘆 沙中線的連串問題 教人不聲唏噓加同心 希望港鐵能夠全力撥亂反正 數字一不同就有內情 我們可能要視乎什麼概念 如果純粹想擦一盤數字 那也是一個系統上的過失 如果是中間多付錢給承建商 那可能要追究, 拿點錢 甚至追究港鐵的責任 然後 Fallり Brother 威 荣耀 那多主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